《雷雨》 各位觀眾早晨 我是宋文娟 受到一度低壓槽影響 昨晚及今早有雷雨的發展 看天文台曾經在今早凌晨時 發出過黃色暴雨警告及雷暴警告 到現在仍是生效 看一場雨的情況 其實一直都有黃色的雷雨區域 整晚都是數過我們的 雨量分佈方面 從午夜至今早6時15分 大部份地區都超過30毫米雨量 個別地區 例如西貢及大嶼山 更加是超過60毫米雨量 大家出門口記得帶一把傘 其實雨還未下完 在香港的西南面 還看到很多雷雨區的發展 正在移來 所以預料今日都會有雨 初時雨勢有時都挺大的 大家記住戴傘和戶外活動 一定要小心一點 為何這麼大雨 原來從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在華南沿岸有一道廣闊的雲層覆蓋住 其實是和一道低壓槽相關的 這道低壓槽 明天和星期一都會影響華南沿岸地區 再加上活躍的西南貴浩風 令到水氣輸送很充足 所以今天和未來一兩天 基本上都是有雨的天氣 大家出門口要記住戴傘 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多雲有罩雨 和幾陣旁風雷暴 初時雨勢有時頗大 最高氣溫只升至30度 吹和緩至清淨的西南風 至於未來的幾天受到低壓槽影響 天氣有暫雨和淚暴 要到下星期中後期 當有度高壓席影響我們時 天氣就會好一點 到下星期日父親節假期 天氣就應該比這個週末好一點 好了 香港的天氣就說完了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 再見